爱后修复,更贴心,私不出品 有请主持人,再转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由四部集团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妹兵魔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在这里要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途牛旅游网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 打开APP摇一摇 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大型公益元梦节目 幸福来敲门 将于7月3号周五晚节目播出 途牛老师将出任这档节目的主持人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同时所有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通过 关注幸福来敲门的官方微博 来了解更多的节目信息 爱宝粉丝在苹果用商场 及360手机助手下载 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途老师的一对一指导 使用微信摇一摇 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至朋友圈 会得到定制好礼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来自华语嘉信的副总台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著名的影视演员 吴嘉宁吴老师 欢迎吴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 马丁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首先来认识今天的第一对 我们在一起两年了 我真的太累了 他有什么好累的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对他最大的眷顾与肯定 跟他在一起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 就会惹他生气 勾起他的疑心病 然后跟我大吵大闹 我为什么跟他吵 我见过那么多的男人 从他的一个眼神当中 我就知道他在是什么坏人 他总是莫名其妙地跟我生气 明明我不是这个意思 他非说我是这个意思 明明我没有骗他 他非说我骗他 这样的感情继续下去 还有什么意思 到底是因为女生太敏感了 还是男生做的 确实有让女生起疑的地方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马26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孟25岁 同样来自河北 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恋爱多久了 恋爱多了 感情怎么样 之前我们一直是特别好 相处得特别愉快 到后来就是慢慢慢慢的 他总是说我敏感怎么着的 我们俩就是好长时间 有的时候他才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就是关系不太好 本来你就挺敏感的 现在我在你面前 我根本就不敢说话 到什么程度都不敢说话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那句话说错了 然后他就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他是总是说我敏感 可是我哪敏感的 你就说上次打电话那个事吧 你说你加班 然后晚上我挺关心你的 然后我就给你打电话 结果呢 打第一通电话没人接 第二通还是没人接 等到第三通的时候 之前还是通着呢 结果突然电话莫名其妙地就挂了 我都跟你说过是加班的 然后正好那次我手机没有电了 那你手机没电的 你平时玩手机都玩得溜溜的 你为啥不知道给他充上电 因为那次单位是紧急加班 我哪有时间充电 大家都在忙 好好好 这件事咱们先过去 还有什么事要你做得起 就是我感觉 他当时偷了我闺蜜的钱 一直到现在 我什么时候偷你闺蜜钱了 你明明就是偷了 你就是不承认 一直到现在 你有什么证据 你看见了吗 你凭什么无辜的这样就怀疑我 经过我枕毕的分析 就是你偷了 你说当时 就是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 当时只有你我我闺蜜 咱们三个人一块在一起吃饭 然后中间我们俩就去洗手间嘛 然后就那个包就在座位上放着 就他一个人在那 你说那钱不是 大厅广众之下 我怎么可能动你闺蜜的包 你怎么不可能 当时咱们是一个庄上吃饭的 每次你都这样胡说 不不不 根本就不分场合 他是丢了钱还是丢了钱包 丢了什么你说清楚 我闺蜜他就是 他钱包在包里放着 就在那个座位上放着 然后回头我们吃完饭之后 我跟我闺蜜去逛街嘛 他说他要去那个单位 回头我们逛街的时候 我闺蜜就是说 钱包里少钱了 少了五六百块钱 也可能是你们自己逛街的时候丢了呀 为什么就怀疑到我头上 我们逛街的时候 光因为这个事情 你还闹到我们单位去 你让我们单位都怎么看我 那谁让你偷我闺蜜的钱呢 我哪抽了 你调查清楚了吗 我也感觉特别没面子 不不不不 这个事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没有什么结果 那钱还是没有找到 那你干嘛跟他在一起啊 如果说打电话不接 还可以讨论一下的话 你又确作认为 他这个 有这种行为的一个男人 应该就分手啊 他就是自己猜的 你闺蜜会不会记错 我问我闺蜜 我闺蜜人家当时说 人家说就是拿着多少多少钱出来的 然后就告我少五六百块 后来他们去光街 很有可能也是在街上的时候 被别人偷了 你街上偷怎么偷啊 偷完包以后 把包打开 抽出五六百 再把钱包放回去 所以说嘛 我就一直怀疑是他偷了 可是他就是不承认 这件事 五六百块钱还不至于吧 这件事先放在这吧 还有什么事呢 我就怀疑他对我不忠诚 有一会儿我就是 往朋友圈上转发了一个 从那年的一个主题曲 我就是这么发了一下 他就在下面给我回复 我说 你是不是在怀念谁啊 我的朋友在下面 然后就评论那种 鄙视我的表情 然后我就感觉 当然特别丢人 关键是我 根本就没有前女友 他老说他没有前女友 那你说你没有前女友 你转发那个干什么呀 你跟谁从从那年去 我就是喜欢那个旋律 不行吗 你喜欢旋律 人家都是有过曾经 有过触动内心的人 人家才会 我现在连喜欢一首歌的权力 都没有是吗 那你说什么呢 跟谁什么红着脸 红着脸呢 我那就是看 别人都在发呀 别人都在发 我也就粘贴上去了 我感觉你肯定就是 有曾经内心 就是你暗恋的人 或者怎么着 你就是没有对我坦白 你真的太无理取 等于说转发歌也不行 他就这样的人 我问个问题 刚才男生说 这是第一场恋爱是吗 对 这是我初恋 女生这是你的初恋吗 这不是 我曾经有过两次恋爱的经历 都是在大学期间 有一次是跟一个男生 谈恋爱 结果他劈腿了 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第二次也是挺好的 然后就是因为 我们两个家不在一块 家里不同意 然后也是分手了 有过两次恋爱经历 对 有过两次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是一个 特别偶然的机会 就是有一次 我同事出差 他把东西放我这 说他来取 给我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去拿 然后当时我也有点事情 然后我就去第二晚 没想到他还在那等我 然后感觉到挺不好意思的 然后我们就吃一顿饭 吃顿饭我们就开始聊 吃饭的时候 我感觉他还挺好的 感觉这个人特别的 就是敦后啊 实在 对 特别好的 你没有想到他会变成这样 你是一直对男生就不太信任吗 我可能有过 受到过曾经的那种阴影 就是不太是信任 你不就谈过两次恋爱 我还相亲多 有五十多次了 你相亲五十多次 因为我今年是二十五岁 年龄虽然说不算大 但是对于我们老家来说 我都是老姑娘的 就是每次 我有家里有表妹什么的朋友嘛 人家都已经结婚生孩子 孩子都已经满地跑的那种了 一打电话父母就催我 你什么时候结婚 你有对象了吗 你怎么着 你回家不呀 弄弄我也特别烦 我不是说就是说 不想结婚 我就是想找一个合适的 就是一直没有 不是 你这个相亲五十多次 跟你敏感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我当时也遇到了 就是特别多 感觉特别不靠谱的人 有的人 我一见我就感觉贼美鼠眼的 那他应该算 我感觉他特别的实在 敦厚那种 让我就是有安全感 那可是他又实在有敦厚 又让你有安全感 你干嘛还说他偷东西呀 因为我们之前相处的 一直挺好的嘛 然后之后就是时不时的 好几天有的时候 他都不跟我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都没有联系 我就怀疑他在外边 有了别的女人 后来我敢跟你打妈 一打电话就吵架 我现在不敢说话 不让你一句话说出了 他就一直跟我吵 那你现在得表明个态度 你还想跟他在一起 还是不想的呀 以前我也跟他说过 我说你要能改了 我们俩就好好地走下去 刚开始还挺好 你坚持个一两天 可是慢慢的慢慢 他的本性又露出来了 其实我挺心疼他的 他人也特别好 但是就是这点 让我非常有压力 我特别想知道 你闺蜜其实到底 有没有丢钱 还不太清楚 你为什么就会把这件事情 闹到了他单位 而闹完这件事情之后 为什么你们俩还在一起 我感觉他偷的是 我闺蜜的钱 我们那么好 然后他竟然 我男朋友竟然做了 这样的事情 我感觉就是 让我特别难以接受 干嘛去单位呀 你让我以后 怎么再单位 还有一点就是 你说你当时回单位吗 我去你们单位 也是要确信一点 说你到底是不是回来单位呀 你有可能去找 其他的女人了呀 所以我又去单位 我去单位看一张 我去年找其他女人啊 我每天不上班 每天就找其他女人了 好 谁知道你每天干什么呢 那接着就是我问 你又确定 他偷了你闺蜜的钱 为什么你们俩 还能在一起 我就是感觉 我们特别不容易 尤其是我经历了这么多 最后终于找到了 这样一个 我认为比较合适的 就是之后 越来越感觉 是不太好 但是一直舍不得 感觉好不容易碰到 这样一个人 我就是想改变他 姑娘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确认是他 偷你闺蜜的钱吗 我只能说 我没有确凿的证据 那在你心里 是他偷的 还不是他偷的 我感觉有百分之六十的 可能是他偷的 那就说在你的心里 他是个小偷呗 你觉得你想要你一辈子 去改造他 是还是不是 他很可能不是小偷 是我冤枉了他 是你冤枉了他 难受是吧 我对这件事情 无话可说 好了 应该怎么办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题 所以你还是比较喜欢 那个男生 还是挺喜欢的 那个男生是什么样子 也是这样 比较老实可靠的 那个男生 你冤枉过他吗 就是比较小的事情 就比如说 他的手机响了 怎么着 然后我就去看一下 但是我们没有发生过 特别大的那种矛盾 为什么到他身上 就会有这么多的问题 我感觉可能是 也跟我的相亲的 那么多经历有关系 你是见到了 无数个形形色色的人 对 然后我都感觉 真的是 相亲 那五十次相亲 有没有就是 触过一段时间 有 曾经触过一个男的 他就是 开始感觉挺好的嘛 然后他是卖保险的 然后就是之后 有一个周末 我跟他打电话 我说陪我去逛街 他说 我正在跟客户签合同 要不然你跟同事去 那个去逛吧 我感觉他就是工作蛮忙 我说我特别理解 我就找我同事去逛 结果没有想到 逛街的时候 我就碰见他跟另一个女的 在那守玩着手 那你再回答我问题 在那五十个 五十次相亲里面 有没有碰到过骗子 有一次就是相亲 我跟他就是 一块去饭店吃饭 大部分相亲都是男的 掏钱嘛 我也挺不 我不乐意占他们便宜啊 然后我就去把钱付了 结果回头 那些服务生 拿着四十多块钱零钱 回来找零的时候 然后他就直接就 看也不看我一眼 就是直接就把那钱 塞到自己的衣服兜里 我就感觉这男的 就特别的贪财 让我真的是无话可说 我就是感觉 他跟个骗子一样 所以我知道了 其实你现在男朋友身上 种种的所谓可疑的现象 都跟你五十多次相亲 包括那两多恋情 有的直接的关系 你甚至因为 你被人骗过钱 你就会觉得 我闺蜜的钱不见了 那一定是你拿的 但是呢 刚才赵川问的 很到位 就是你既然觉得 他是骗子 为什么不离开 我特别在纠结 我其实特别喜欢他 姑娘 其实我觉得问题 都在于你在于你 遇到一些事情 或者遇到一些挫折 时自我修复的能力 是比较差的 对 我比较脆弱 而且是越来越封闭 越来越怀疑 周围所有的事情 即使对你的男朋友 我相信你也不会敞开 所有的自己的内心 因为你怕受到伤害 因为你怕上当 自己应该最信任的 除了父母 其实就是自己男朋友 而建立这个信任 是两个人谈感情的 最重要的基础 你没有信任 一开始就没有信任 所以才会有现在 试着让自己相信别人 你只有给他信任 才能换回他对你的信任 同时才会对你有爱 我刚刚听这个女嘉宾说的 我其实挺生气的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无理取闹 你知道吗 太假说了 而且你说他偷钱是侮辱 他的人格 凭什么说是他偷的 你看到了吗 这是一种侮辱 我知道你敏感多疑 是因为你前男友劈腿 但是你不能把你这个心理阴影 带到你以后的 每一段情感中 这样子你要再相亲五十次都没有 感情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信任度 你对他一点信任度都没有 你们俩还在一起 但是什么 姑娘这样 我帮你审审的 一定有你没问出来的 不为人知 不可告人的真相 小伙子 高中失恋是怎么失的 没有恋爱过 大学是怎么被女朋友抛弃的 没有被抛弃过 为什么要偷钱 你怎么证明你没偷 你怎么证明你没拿那五六百块钱 请问 我没拿就是没拿 你怎么证明 我就怀疑你拿了 我不需要证明 你需要证明 因为我怀疑你就是你拿的 我没有拿 如果你拿了怎么办 你敢赌 我不需要任何证明 我不需要任何证明 可是我不相信 类似这样的对话出现过吧 出现过 出现过吧 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感觉你在逼他 你不喜欢我这么逼他 是吗 是的 你不能接受这种逼迫和侮辱 对吗 为什么你自己曾经这样做过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呢 或许我曾经 我们不从性格的角度讲 从法律的角度讲 你无法要求一个人自证清白 你明白吗 像这种巨大的指控 这种偷窃的指控 这种杀人的指控 你需要旁证的 你不能说 你为什么 你怎么证明你没干过这个事 这叫莫须有的罪名 你就算没偷你也想偷了 你就算没有给别的女儿勾勾搭搭搭 你想没想 这叫诸心呢 最容易让一个人崩溃的 是冤枉 但是你就在冤枉 你爱的人 我问女生 闺蜜丢钱的那一天 是只有你们三个人吗 是 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吃饭的 想法两位 下面的时间 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 手顺拉方 黄金60秒 我希望刚才老师说的 能帮到你 我现在我对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如果不是今天来到舞台上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我以前那种欣慰 能给你造成这么大的困扰 我一直以为是没什么 我就是总是有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怀疑你们老感觉是你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能不能就是走到最后 其实老师们说你 我也挺心疼的 其实我能够理解他 你们不理解 他就是这样胡闹 其实他没有什么坏心 他没有什么做得心 他哭了 他哭了 哎 回吧 哎我现在弄 你也回吧 我现在真都明白 这小子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初恋了 好了 请关门请关门 开场提那个问题 现在已经被解开了 并不是这个男人有什么 而是确实女生疑心太重 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5 4 3 2 1 4 4 3 2 1 请开门 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 我们在一起 20多年 差不多30年了 当时的情况很苦 但是我看到他这个比较有思念心 我就在跟他一起努力了 我们结婚这么久了 但我觉得我们俩的性格不合适 他有他的想法 我有我的想法 谁也说服不了谁 他就是特别的惊惊一笑 一点小钱都跟我送得清清楚楚 不管是在生意上还是在生活上 我们都是顾客过的 不是我要送得这么清楚 是他当初什么都要一人一半 为了这个我们还离分 我们骚人离分了 但还是在一起过 孩子们都趁我们服分 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还真的不知道 要不要跟他服分 接下来就要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对曾经的夫妻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大成50岁来自湖南 私营业主 女嘉宾小刘50岁 同样来自湖南 也是私营业主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结婚多少年 快30年了 离婚多少年 三年了 离婚的时候 有一个约定 因为女儿有这么大了 是吧 就我们也这么大年纪了 也不想怎么样去对离婚 没离家 外面都不知道的 这女儿知道 离了婚了 但是没离家 这三年过去 为什么现在突然想复婚呢 因为我们首先约定的 就是离婚不离家 反正不能跟人家 你知道现在我一 在家里面一回去 走年时就是 哎呀 当时怎么回事 你们家老陈 怎么这些女人 在那里喝茶了 这是怎么了 哦 明白了 说白了 我心里离婚了 我也自由啊 我可以啊 是可以啊 不是 我们也约定了 反正离婚不离家 你那个脾气几十年了 还是老样走的 你是这样子 让我把这儿哪里放哪里放啊 那个当时为什么离婚呢 谁提出的离婚呢 我 为什么离 因为那时候 在三年之前 我那个生意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想找他要一点钱吧 你想找他借点钱 夫妻俩还 不是 因为我们早就是那个IIG了 十年之前我们叫IIG 在生意上面 我们的钱都是IIG 这生意搞不真气 哎 一天都把你吵吵吵 他以为自己有门子 等等等等 接着说啊 也就是说你们的婚姻生活 是因为做生意 就变成AA制了 是吧 对 你生意不好了 你问他借钱 然后呢 他要打借条 打让借条 还有我去利息 你看有这样的夫妻没有 可能就是 你不应该娶给我吧 哎 就是我们 我们没离婚了 还是 你拿了我的钱 你拿了我的钱 一走 我找谁要啊 等于你当时离婚 是因为老公说 你给我打借条 同时还要给我利息 于是老婆一气之下 就要离婚 对吧 离婚之后 这钱借给你了吗 我不要她的了 我还要她干什么 就算清楚吧 她这什么都算清楚了 哦 钱都算清楚了 算了算了 算了我的生意都做不了了 她娘家原来 那时候比我家好一点 就有一千块钱 开家的 她现在一离婚 等我去就要二十万 那时候跟着什么 我们那时候 别算了 给了吗 给了呢 不给不忘跟的 本家是我的不 那时候我生意都做不了了 那时候我又是跟上 你三十多块钱 一共要跟着我 五十多块 我现在跟着都算 给我二十块 你亏了没有 好好好 二十块就好了 你这二十万里 你们是什么时候 开始做生意的 我们四年的时候 我们就认识了 八十年就结婚了 八八年就死女儿了 是不是 到现在也这么多年了 刚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她在外面 田楼上包了个小跟腾走 我们就一起做了十多年 那时候钱少的时候 买什么事情 就是钱多了 就开始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 A制的呢 这就是那个十年之前 我想去搞那个 成性跟腾播 有个朋友 来借了我点钱 因为是成医生的火锅嘛 就是因为生意分歧 要帮朋友 所以才做了 A制这么一个决定 那你们家的A制 具体怎么个A法呀 我就是想那个生意上 这不 哪个知道他生活上也是 就是有一次 我那个亲戚到 我到城里面来开病 我刚好也是去猜了 我就说你帮我招待一下 招待他 好 好了他说 好好好 招待一下 回来的学习什么 招待费了 什么子 注射费了 护士费了 一大点当的 给我 你上亲戚 是你的亲戚 这肯定是你付钱了 我们 不是我的亲戚了 是我的亲戚 我付钱 我亲戚不是你亲戚 我也没跟你离分 那时候 就是神医生 A制一下不 对啊 那就前世也是 知道了 那你们孩子 孩子现在多大了 27了 出嫁了吗 出嫁了 嫁妆你们算了钱了吗 A了吗 家长不是我们 首先商量好了 我就是 我去10万块钱 你跟他买一辆车 后来他买车了 花了12万 差不多13万吧 他说他堵了两三万 还有 这个也有我的去 就是肯定我堵 这1万块钱 你要出来也要 叫女儿呢 女儿是你的 也是我的不 是的啊 就是你的是我的 这要分清楚啊 那你们家 那可以拿着堵呢 那可以拿着堵 那个 堵自己堵 那个酒血钱 我跟你送个没有 那我要送我的啊 好好好 行行行 不说言一致了 你们算了可真够清楚的 是离婚了吧 现在离了 离婚有权利 找别的女人吗 没有 我们首先有 有嫌疑的 不能够找啊 我肯定可以啊 怎么不可以呢 可以 不行 我离婚啊 我有本本在我身上啊 有本本 有离婚的 妈哪里还跟我 就在一起 还在一起生活呢 我告诉你啊 就这样说 我有权利去找 但是你那次 是别人看到的 是我和我朋友 在一起 在逛街女儿 胡吵 大哥你现在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啊 看到了还没有 看到了是别人看到了 我和好的女 好的女生能不能找过啊 没找是吧 但是我能找 我知道我真是 你当然是能找的了 是离婚了吧 离婚了啊 离婚了我们小心 协议都不能够找 我 我也没找 我们就是分个家产 因为那时候就是为了钱 为了财产 我们才离婚的啊 要不要提到事情 为了钱男人也丢了吧 到底去我吗 到底去女人吗 我没没走 找没找 没找 没找 再说了 再说了 你离婚那会儿 为什么那么狠呢 一千块钱的家长 算人二十万 来 你帮我算一下了 我们拿下 我不懂 我不懂 我算不了 你算不了 我自己算一下 他还赚了呢 我还亏了呢 那就是说 如果他要再找一个 是不是还 再给您赔点钱 他就能重新开始了 我要钱干什么 我现在能够养护自己啊 那你要什么 我不想什么 我说清澈 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就是 人家说了没这回事啊 我还不想新来 便宜告诉我 不是你今天来是干嘛的 我来干嘛 就是我女儿 想让我们来付分布 你想不想 我还在考虑 你还要 几十年还是老样子 那你为什么不找一个呢 我也特好奇 听我朋友说的 找一个更加麻烦 哦 你是怕麻烦是吧 更加麻烦 今天听说女儿也来了 是吧 对 我们有请女儿 来来来 你希望他们复婚 希望 这么多年了 其实我爸妈一直吵架 我一直都不开心 以前年纪小 不懂事 然后 现在自己长大了 然后我也当妈妈了 我能体会到他们的感受 什么感受 要不谢谢 来 请回请回请回啊 哎呀 看到这样的时候 其实真的挺心酸的 你们俩好好琢磨琢磨吧 你们怎么把日子 就过成了这样 让一个27岁 已经做了母亲的女儿 还要为你们操心 还要为你们流泪 老师们 交给你们了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挺为难你的 就是南方话 听得很困难 是吧 那个看他们表情 已经知道答案了 过程我也都清楚了 你的答案在什么时候 就明了了 女儿上场那一刹那 您的那个所谓的防线 就崩溃了 不是他就什么事情 都给您低下了 什么事情都抠 不是 就是我面前抠 大姐 听晚辈说几句话 别差辈 你们不差辈 他50 你40好几 你说听晚辈 哎呦喂 大姐 咱俩差不多几岁 但是我为什么那么嫌小呢 我也不嫌了 人家说香味的辣 这真是辣啊 我问你个问题大姐 你们俩现在还是这个状况 突然有一天 大哥病了 住在医院 自己的积蓄全都花完了 您能不能出钱帮大哥治病呢 肯定呢 可他还不起 因为身体不好 病康厚了之后 他还不起这个情维 我的钱本来就是他的钱不 真的吗 真的吗 我都认识他的 大哥听哟 他的也是我的 所以啊 所以为什么要把钱 算得那么清楚呢 因为就是他写一钱 经经继续 把那个小四开了 他真的不 我才跟他分得不 我会不会跟他分不 置气 对不对 就是争一口气 对啊 我现在也能够自己 忍会自己的 我就是跟他 抖气的时候出来 我才分得这么好 你抖气 你就把我那个 搞得一塌糊涂 你自己不是这事 你不是搞得一塌糊涂 其实把那个钱的事啊 放一放 因为钱重要还是人重要 钱要真要 人要真要 让你选一个 钱重要人重要 太难说了 直接说你要人还是要钱 我都要 要了人了 钱自然就有了 只有钱 没有人 有什么意义吗 好吗 大姐 对的 行了 就这么着吧 叔叔阿姨 其实 他们表面这样子讲 其实他们心里 已经有答案了 我看到他们 我就想起 我的父母亲 因为我妈妈 其实跟阿姨性格挺像的 也是那种 刀子嘴 豆腐心 像你们 之前经历的那种 感情 肯定都是很纯粹的 在一起三十年了嘛 经历了这么多 对 其实相当于是血脉融合的 这种关系 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就带阿姨啊 多出去旅游旅游 放松一下 然后出去吃吃饭啊 看看电影啊 这挺好的嘛 说实话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 财产分配制度 很科学 真的 很多人好像表面算得不清楚 你管我管 底下算得比谁都清楚 还不如像你们这样 干脆算得清楚 甚至我认为你们算得清楚 在你们两个个性都很强硬的情况下 是保证了你们三十年 将近三十年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个制度 那现在为什么不好了呢 过去有情没有 有情 有钱没有 有钱 但钱分得清楚 所以情维系的也不错 现在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呀 为了分钱 把情也给分了 我就不太理解这五个字 离婚不离家 听起来好像还阵阵有词 还挺牛的感觉 你看 是吧 离了婚他也不走 人家想走就走 对吧大哥 你也不用假装吓唬他 你说吧 你是不是真想走 你们考虑好 你以为完全没有可能性啊 既然原来把账说得很清楚 感情能维系 就那样就挺好 就当一辈子欢喜人家挺好 回到一起了 如果再在一起过 钱依然可以分得很清楚 没关系 想清楚了就别闹 好不好 其实你们俩也不是说 这三十年一直像现在这个样 对吧 对 夫妻之间也有分工合作 彼此默契的时候 对吗 否则的话也不可能 也会有你们的女儿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们这三十年 有点白过了 白过了的原因是 你们没有学会夫妻间 真正的温柔 夫妻间真正的温柔是什么 就两个字 低头 低个头就有那么不好意思吗 在夫妻之间低头 一点都不算自卑 不算怯懦 那是胸怀 怎么就没有一个愿意低头的呢 低一下头能死吗 如果你不信 你试着低一下头试试看 如果你第一个低头 你第一个服软 我敢保证你对面的那个他 不会熊揪揪气昂昂 涌垂不朽的样子 还站在那 只要一方一旦认了输 如果对方爱你 他得不到预期的快乐 只要看见对方服软了 你马上你也心会软下来 这就是夫妻吗 有谁是愿意把自己的爱人 踩在脚底下 打得他永远不能翻身的呢 没有吧 但为什么就不可以低下头呢 有那么不好意思吗 大老爷们 在自己的女人面前 低个头有什么关系呢 他强势了 强势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尝试地低下头 我保证他强势不起来 你信不信 因为爱你的人 始终心里还是心疼你的 他不愿意看见你低着头 唯唯诺诺站在我面前 这叫爱人 如果你低着头 他还是对你不依不饶 你看嘛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你怎么样 那我认为这个女人是真不爱你 所以我认为 待会儿60秒的时候 男人 学会低一下头 低下头不会死的 所以说有一句话叫做 输了你赢了整个世界 又怎么样 这一把年纪 要女儿上来告诉你们 爱情的真谛是什么 一点意义都没有 离婚不是一纸公文 彼此之间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 要不然的话 你们也不会 今天还站在这个舞台上默契 所以我跟你们说的 只有一点 如果你们俩还要相互过下去 学会低头 就这样 你们其实记住一点 女儿上来的时候说 从小就看你们两个人这么吵 她会很难受 现在她也出嫁了 你们家第三代都出来了 你们还要这样吗 你们强的有什么意义呢 一点意义都没有 多失败的生活呀 爱低头 不低头 您呢就继续和朋友喝茶 您呢就继续在家里缠着 反正你们都强嘛 你们自己看着慢吧 来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您先来大姐 您先来 您说 但是我来说两句吧 你再怎么坚强 再怎么 你也有五十多 五十岁了 你还能坚持多久呢 你还能和我母母多久呢 我看平静一点 别那么财因性了 好吧 不能低头啊 不能低哦 不能低哦 这个头部去腰可以吗 你时间了 赶快去个空 快点 不能聚工 不能聚工 看见了吧 看见了吧 能不能来一步咯 回吧 回吧 你说一个女人 硬到这程度该怎么办 来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 三十多年的夫妻 因为性格上的彼此 并不相让 所以带来一个 独特的家庭文化 AA制 怎么了 我说咱一会儿把它藏进来 不让它出来 这么顽皮的主意 只有你想得出来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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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办完再回来 大家其实 我已经看出来 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 对这一对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心理 但是还得做一下调查 因为有观众伸出舌头了 也许我看错了 你是看好 还是不看好 我是看好吧 因为我外公外婆 他们现在已经90岁了 然后外公的话 就是老说 我不想跟这老太婆 在一块 我觉得他特别烦 什么什么的 但是呢 其实我看平时的一些细节吧 外公也是很在乎外婆的 他就是嘴硬 就是那个 爱说那些话而已 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会互相的走下去 而且他有女儿嘛 那样子 所以我还是觉得挺好的 好 祝你外公外婆 生意健康 谢谢 这曲总的工作做好了吗 回来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15个数 5 4 3 2 1 私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门 开始 5 4 3 2 1 请开门 5 3 3 4 4 5 5 8 9 9 来来来来来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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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小弟一句话 听小弟一句话 你看你惹的事 大姐 那是假的 冷静 你过来 冷静 冷静 哎我觉得还是对镜头吧 该说的话说吧 对 去嘞 说吧说吧说吧 哎呦这招花的 有时有终嘛 对 她敢不去嘞 他取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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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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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大姐大姐来了 这事怪曲尾 这个啊 是他特坏 我们都知道大哥要出来 但是我们把大哥藏起来 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他可能想到了一万种结果 就没想到 你不说话就走了 你看给他吓了 大姐 大姐你知道吗 刚才我在劝说大哥 先不要出来藏起来的时候 大哥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感动 他说他受不了 我老婆受不了 我说 我说没事 我们就是要看 大姐能够把头低下来 能够流出那滴眼泪 那就说明他是爱你 人家没低头 他敢不出来 他低头就要走啊 既然在生命当中 不能离开他 又失去不了他 为什么不服个软呢 一会儿你跟他求婚啊 行不 他跟你求婚行吗 也不行 看他的 看他的 麻烦你们俩站一起行吗 站一起行吗 站他台那个台 站一起 你跟他 有什么了不起 你过来 来嘛 怕什么呀 抱一下了 你这么多年都没抱过吗 好好的啊 别走别走别走 留着留着 观礼来来来 站在这 你们俩把手拉起来 拉不拉 不是你拉不就行了吗 拉起来咱 别哭了 多幸福啊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有请 结婚的时候给你买戒指了吗 没有 没有啊 这个口 哎 不是给你戴的 恭喜你们获得了由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撕布天使之魅 提供的精美的面膜 他们有一句广告语哈 叫给你想要的美 说一下归程啊 一会灯熄了 你跪下来 向他求婚 你愿意你就 俯瞎身去亲他一下 这就算完成了啊 这我们节目的规定啊 来各位 我们来见证那个 庄业而浪漫的一刻 跪下来啊 就跪吧 这得贵 你得补身亲他才是 大家你得亲他 来一起喊吧 你 你 你那么快乐 还哭呢 还有礼物呢 还有礼物呢 感谢休闲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图牛 接下来是图牛旅游网 提供的500到3000元 不等的一个旅游基金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看你们能抽到多少 这个 你想类似他那个状态 对 我才发现 你是真才迷啊 一直都没笑成那样 你看那3000块钱笑的 别再嫁着了 好好回家跟人过日子 行吗 可以的 谢谢你们啊 请回祝你们幸福 谢谢啊 真心的希望这一家人能够幸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图有话说 图老师天天圈的用户向您提问说 我的未婚夫在结婚前20天离开人世了 花了两年的时间 我才调整过来 现在惊人介绍40岁的男友 介绍了一个40岁的男朋友给他 男友很坦诚地告诉我 他患有肺结核和饼干 可能寿命不会太长 家人都让我放弃 可他其他的条件 我觉得都符合我的要求 我也不想他一个人这样过一辈子 但是又害怕我会受到第二次的伤害 我该怎么办呢 这位网友是善良的 同时又是命运多舛的 时间是个贼 脱光了我们的岁月 让我们一次一次地面临离别 你已经面临了一次离别 接下来这次有多远 谁都不知道 但是谁都忠于 难以逃过一别 说句实在话 虽然会有离别 但是相爱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 所以说既然爱情不分长短 为什么不认真的享受当下的每一天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了由四部集团 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天使之魅 兵膜独家冠名播出的天津卫视 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网在这里提醒您 节目播出期间打开 图牛APP摇一摇 会摇出百元红包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洗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洗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